阿Sir,你做好心吧 我女兒穿得少衣服 我怕她冷拿一件外套給她 不如這樣吧,你交給我 我幫你拿給她吧 其實我是想見我女兒一面 我想看她一眼,通融一下,阿Sir 龍三,你女兒今天過堂 等會你就會見到她 不過之後她就會轉去另一個地方 轉她去哪裡? 陪我女兒有罪要她坐牢? 陪我陪她坐牢? 陪我陪她坐牢? 阿慧… 我女兒不會殺人的 我女兒不會坐牢 請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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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照顧不了你 你自己好好保重 你不要再擔心我了 你先走就不要做這個女兒 阿慧 翔嬸 翔嬸,她那時候想定過同事嗎 不要…不要拉我女兒坐牢 我女兒不要坐牢 我幾十歲,你拉我坐牢 不要…我女兒不要坐牢 阿慧… 阿慧… 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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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死,應該很開心才是 但是可惜,那個女兒竟然殺人兇手 每分人都要為她自己做過戲負責的人 蓉嬸, 別管我… 我喝了一杯 蓉嬸, 蓉嬸, 你聽我的話… 我找她幹什麼, 找我來香港找她幹什麼 蓉嬸, 你聽我說, 你不要怪自己 你女兒坐牢就做有應得了 一個人做錯事, 犯了罪 就一定留下蛛絲麻 被人發現是遲早的事 所以不是你害她的 蓉嬸, 別這樣, 蓉嬸 真的挺舒服 是的, 所以我一有時間 就會駕車來這裡吹海風, 拿靈感 對了, 你拿了我的書, 你看了沒有? 其實有時候有點累 拿來看看輕鬆一下也不錯 你那位推理小說怎麼輕鬆? 不過我也要看一點 總之你看完之後, 記得給我一點意見 尤其是結尾 那個兇手是不是我女受票員? 你也挺姦茅的, 一看一看結尾 我當然沒有, 我聽了三個輪票 不過你猜到了 你不是這麼了解我吧? 一點點蛛絲馬跡你也猜到? 我又聽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每個作者寫的都是自己的模式 你最喜歡張兇手的臭女兒 靈性不起眼 我寫到那個女受票員很不起眼嗎? 每個出場的人物在裡面 她是最低調、最沒性格的 其他人都很有魅力, 性格低人 低調、平凡、不突出就是她的性格 那豈不是沒有性格 那你又不選那個男觸突員 她一樣是低調、沒有性格 她明明是省角 不過如果比了我 我會寫一個男子寫一個女兒 畢竟是男子和死者的手 不是單單命案 都一定是因仇恨而起的 是…我因為情殺了, 因材失言 但那樣也不是, 像有些作者一樣 最後才說她是變態的 我覺得很夾眼 怎麼可能夾眼呢? 整個故事都是由事件帶動 事件就是由人物牽引 全部都有牽連的 你還沒寫過書, 你不明白? 我當然還沒寫過書 我也不懂得這麼多寫作理論 不過假裝了這麼多案件來說 事實就是, 很多事都是原因 我們都是因為提出兇手的動機 才能破案的 寫小說怎麼可以跟現實的案件 拿著馬一齊來說 不要緊, 各有看法的 牛角包呢?你喜歡沙拉米還是沙拉米? 沒所謂, 你說什麼? 聽廣銀吧 好啊 老公, 你送給我的嗎? 難道還有其他 知道你喜歡塗這些香水嗎? 這個明明是今季限制版 沒有貨了, 為什麼你會買到? 我上次見你買不到樣子那麼失望 每次經過都會問一問 終於今天被我買到 謝謝老公 都值得了 是 怎麼你最近都拿了些東西回來做 你很忙嗎? 是呀, Vivian倒了一張大廈 是大陸的大型發展商 開給我們的條件很好 要記住客人, 當然要努力點做事 你真是幸福 在公司有個幫得利手 跟你有合拍的夥伴 在家裡又有個知情識趣的老婆 怎麼無緣無故拿自己和Vivian交給? 他跟我哪兒有得交給? 我有個老公? 他也沒有 Vivian 喂? 你撞傷了人? 那有沒有報警? 好, 我馬上來了 Vivian撞傷了人嗎? 是呀, 我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 快點 最新劇集《逸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甚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rocket